中华电信郑优董事长 网络家庭张宏志董事长 国发会陈美玲主委 科技部陈良基部长 交通部的贺承担部长 以及我们的NCC张定义主委 以及立法委员于婉如委员 还有台北摇篮计划共同创办人 严老友严校长在上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用远距与目的方式 来参加这次中华电信跟网络家庭 合资成立的创投基金 中华网家一号的诞生 我想特别感谢 就是中华电信跟网络家庭 这两家在业界都可以说是 我们的龙头的企业 愿意这一次携手同心 一起为台湾的创新创业生态圈 打造出钱出力的这个优化的摇篮 我想身为负责推动 社会创新的政务委员 我也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不管您是想要有志于自行创业 或者针对既有的产业进行创新的朋友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也可以把社会创新 Social Innovation 这个想法放在创新创业的过程里面 来一起实践 什么叫社会创新呢 它就是运用新的技术 或者是一套新的方法 在有社会使命的前提底下 去改变人与人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然后一同来解决社会问题 什么叫解决社会问题呢 联合国在2015年9月提出了17项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所谓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作为我们现在全体人类 目前共同面对的跨国界的这个课题 当然其中有一些SDGs项目 台湾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初步解决 好比像说解决贫穷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还需要大步赶上 向负责任的生产消费的循环 总之呢 不管是SDGs的哪一项 要实践这个社会创新 造成正向改变 它可以从在地出发 也可以很快的连接国际 做同样的题目的朋友 是一条可以走得长 走得远 走得宽阔 永远不怕没有题目做的创新之路 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 也在此预祝中华网家一号的运作 能够圆满顺利 也期许各位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创新 实现 改变 谢谢大家